领到慢性处方药 不少人担心长期持药伤肾 不过有肾脏科医师分享 临床二十年经验 肾功能衰退的主要原因 反而是自购药五大地雷 疲劳时来一罐能量饮料 却不知不觉伤了肾 里面包含咖啡因 甜味剂 色素 加重排毒负担 而且成人每天可以接受的咖啡因 三瓶提神饮料就超过 就是说你咖啡因涉及量过多 有时候就心跳很快起来上肾 容易会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强矩的话也会影响肾脏功能 还有强力泄药成分包含磷酸盐等 在肠道内阻止盐和水分的吸收 再加上病患本身身体水分不足 恐怕让肾湿球严重缺水 另外还有含力尿剂的减重药物 同样是造成脱水元凶 这些成药的剂量 民众并不是很清楚 如果自己身体本身就有些状况的话 可能会服用过高的剂量 而造成肝脏跟肾脏功能的水 而诊所常见的感冒糖浆 多数含有非类固醇抗发炎成分 长期服用身脏根本无法承受 而第一名最可怕 这些黑药丸大部分是治疗老人的痠痛 它里面可能会有高剂量的类固醇 或者是高剂量的消炎止痛药 就怕来路不明的药丸 没标成分长期服用 反而生了病 服药还是得按照处方来 否则良药也变成害人毒药 接下来 黄明君王一廷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